圓滾滾大眼 超萌表情 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 他是台北市议长戴席清家的爱猫幸福 14年前刚出生就被遗弃接头 还好被戴席清发现任养 现在成为公益画作的主角 为同事流浪动物的伙伴们发声 我找了一位蛮擅长画画的好朋友帮我先捉刀 主要的架构跟绘画坦白讲都是那位朋友帮我的忙 那我有出一点力 但那个力实在是不足为道 重点是那个签名是我签的没有错 我的心是有很多线条 很多规很多一些这种意象 这代表了我们全部的我们的人类 对于毛孩子对于动物 都是有非常有爱心 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呈现 同样喜爱动物的前台北市议员杨静宇 本身也是受医师 长期关注流浪动物议题 不只为毛小孩健康把关 现在还当其网络媒体的执行长 提供正确饲养观念 更发起义卖活动 号召名人捐化 支持照顾流浪动物 流浪动物花园协会 帮毛小孩已经找到了家 自己的家却搬来搬去 没有办法安定下来 有让这些动物团体能够长久的持续运作下去 有足够的资源来预助他们 我们才有更多行有余力的资源 能够贯注在我们所关注的动物身上 公益画作在意爱无界网上拍卖 所得将全数捐给流浪动物花园协会 让协会有固定据点 可以照顾毛宝贝 同时没合任养家庭 持续发挥社会正向力量 记者邱世民特别报道